《中文字幕》 首先不如说说我比你们小时候 你们最小的最小是吗? 《中文字幕》的那一年就是我离开香港那一年 我一直在香港长大 出生在香港长大 到读完了中二 那时候没有那么多种学校 因为我这里看到有些认得的校服 就是每一种的学校我相信都有在这一层 我那时候是读香港华人中学 之前是在华人小学 一直都是在一间男生的教会学校长大 到我读完中二 去了英国读书 那为什么中二读完去英国读书呢? 其实很多你们的同学 当然你们不会 因为你们在香港读书 但可能很多以前的同学 都会是到那个时候就去了外国 因为在英国是中三开始就是他们正式的中学 所以是一个比较自然的一个阶段 所以中三我就去了英国读书 那我读我第二间的中学 因为第一间在香港读 华人书院 那去到英国的时候就很多东西都要习惯了 比如我在香港的时候 如果你说到我们中三的阶段就已经开始要选科 在英国没有科选的 我考英国的会考是考了十四科会考 所以其实你知道根本是没有选过科 你文科理科都读完了 其实就只是读了读读了五科 最容易的就是中文 因为其实在外国考中文 你在香港好像我这样中二程度 都已经可以考A的了 在这个会考上 我从中三去到就已经去考他那个 所谓的中文会考了 我读中文 我读英文、英国文学、法文、拉丁文 跟着其余的科目就是 Physics、Chemistry、Biology 还有History、Geography、圣经、音乐 还有 我都不记得了还有哪两科了 两科数 所以在那个时候是很开心的 其实我告诉你 我这一生人没试过这么开心读书 在那里读了三年书 读完法文五之后 就因为爸爸被公司调去多伦多 所以就又去读我第三间的中学了 我去多伦多读了一年 因为那里一早已经是三三四了 所以就只有六年中学了 所以我一生人是去了三个不同的国家 去读三个不同的制度 读了三间不同的中学 在那里 接着就入大学了 入大学我就是因为 在美国加拿大就没得一进去就读医学院 医学院或者任何一个的专业 是要读了本科先的 读了本科之后 你拿了个学位了 你才可以去考一些专业学院的课程 医学院也不例外 我那时候就去了读Chemistry 还有去复修音乐 读了两年 我读那年也是最后那一年 是可以读半个Degree 就可以入医学院 我后来就入了医学院 读了四年的医学课程 毕业之后就在加拿大读专科 本来是打算读老外科的 但是就发觉其实自己始终都是 喜欢人与人之间的接触 就不是说认真享受 每一天都在手术室 其实你见不到病人 你只见得到他盖了南部 只看到过一阶 就是那个脑了 所以一转 180度转 是转读家庭医学 毕业了家庭医学 专科训练之后 又发觉 咦 好像这个都不是我想 每一天全职做的工作 因为很多时候你去见到病人 你会觉得你现在在这里有肺气肿 你很辛苦透气 到处有一些末期的 是甚至无需要去 二十四小时闻着氧气 你去哪里都要拿着氧气筒 大家如果是有留意新闻的 在香港都试过的 记不记得有一排是有几段新闻 就说巴士司机是不让一些 带着氧气筒的肺气肿病人上巴士的 说他意然物品带着氧气筒 所以是不让他上的 其实也有过这些的例子 当然这个是我们现在知道是不对 也是不公平的 所以现在是没问题 但曾经在十年多前是有这样的新闻 那我就觉得 来到这里见到一个病人 他肺气肿了 已经要闻氧气 或者他甚至没有肺癌 但其实我作为一个医生 无论是什么科的医生 我可以做什么呢 那你就会去反思 如果你真是想帮人的 很可能你是需要在一个社会的层面 即是退后一步想一想 不是说你生肺癌 我帮你切了肺出来 或者你肺气肿 我给氧气你闻 我给药你吃 退一步再想就是说 如果你当年没有吃三十年的烟瘾 你会不会有今天呢 甚至有一些更加无辜就是 他家人吃烟的 其实他是吃二手烟 可能是这样惹到病回来 那你就会想想 英文其实有一句挺好的 英文是有一句说 医生 他是会每一条命 每一条命地救回来 但是做公共卫生的呢 You save lives millions at a time 假如我在一个社会的层面 我去做推动禁烟的工作 我去推动法例令到是无烟工作间 我是在帮七百万人 我做一世医生 我去割一世都不会割到七百万个肺 所以这个令到我当时呢 做完专科训练之后呢 想一下 咦 我如果真的想帮人的 可能我要向那个层面去做一些心做 去更加给多些时间去铸研一下那方面的学问 所以我后来我就去了美国 我就去读研究院专攻公共卫生 很偶尔间地跌跌跌 横冲直撞 被我又撞到回来 那我最初都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期望 但我唯一做人呢就是 就算我自己没有想着自己是可以做到 有什么一番大的事业呢 只要我答应了人做 我一定会全力以赴 一定是要尽责 所以我就在这里开始 这个是1999年 我就在1999年开始在港大服务 那做一下做一下呢 就做到现在了 中间当然是有去过政府 在政府都做过两个岗位 那很多人问我 为什么你去政府做 因为当你好像我经过我的历程 你本来是一个临床 是一个脑外科 是很专注去做某一个极专门的科目 转到退一步 希望多些和病人接触 是喜欢和人与人的关系 是成我工作的大部分 再退一步 看得到真真正正令到病人生病的 往往不是一些个人的因素 是一些社会大环境的因素 那当你走到那一步 而走了十年之后 在2008年大家可能都会记得 特区政府就是扩大的文责制 是加插了除了局长之外 副局长和政治助理的公职 所以那时候政府来找我 我自己和自己说 我在大学崗位都做了十年 我在自己的研究领域上面 或者教学方面 都有一定的体会 有一定的经验 也都累积了我自己的一些看法 当你做公共卫生的研究 和其余医疗的专科 是有少少不同的 公共卫生实践的层面 是社会 是群众 做一个 其余临床任何一个科目的医生 你的实践的切入面 是一个病人 如果公共卫生的医生 是要真真正正实践的呢 而不只是坐在树 做我们所谓英文说的 armchair critic 你是要真真正正的投身 在最前线 推动政策 怎么难 你都要去继续做 所以当有一个机会 政府是来找我 问我有没有兴趣做这个功夫的时候 我是经过了好几个月的一个思考过程 就是说我可以继续 因为那时候我已经有一个终身教值在大学里面 其实我什么都不用坐在那里 只要我不犯法的 大学都不可以炒我鱿鱼的 我那时候是08年我是35岁 大学的退休年龄是60至65 其实我可以坐在那里30年 只要我不犯错 自己尽忠职守 我是应该比较安稳的生活 但是如果你有这个机会来到 去实践 你不去珍惜 你不去走出一步去实践 你还有没有颜面 去坐在象牙塔里面指指点点 批评这样批评那样 说这样不行 那样应该这么做 既然你有这个心得吗 你够聪明的 你就出去试试你自己说的东西 看看行不行 你行的 Good for you 你不行的 最低限度 你跌到 没办法了 跌到选手难脚 你回到大学的岗位 你最低限度都知道 你的研究和现实有多脱节 怎样可以帮你去更加有深层次的体会 看到现实生活 有什么的制褶 令到你再去发展你自己的研究 更加切实是可以适应我们香港这个社会 应该要怎么走的路 所以当我自己一路想完 得到这个结论 当然这个结论我现在告诉你 用两分钟讲完了 但是我是用了好几个月去思考 得到这个结论呢 就别无他想的了 你一定是会去做 我到到九月十八号上班 但那天也都是爆发内地毒奶粉三聚清安的第二天 九月十七号这个新闻是公布的 当九月十八号上班的时候 即是第二天的报纸全部的头条 都是讲三聚清安 那些孩子的头很大肚很大 有腎石 那全部就是那些了 而我上班那一天 我的局长是去了外国的公干 所以我那天就是代局长了 即使我是最高级的官员 是要做发言人 但是那天我第一天上班 那你去到 传媒就会 他不管你是第一天上班 只是你做了十年 官场老手也好 你就要回答 那我们香港有没有这些毒奶粉 有没有三聚清安 我们香港那么多的BB怎么办 很多很多的问题 所以为什么我会再奉劝各位一句 书到用时方恨少 读书是一定有用的 你永远不知道什么时候有用 但是一定有用的 幸好小弟在大学本科生的时候 是读这个化学的 所以那时候去读的organic chemistry 差不多半班人肥佬的 小弟都读得很辛苦 啊 回来了突然间 那都可以应付五至十分钟 都不死得 都可以去应付几句 跟着立刻走过之后 就上楼跟同事开会 立刻要去温书 跟着即刻那天的下午 我们就要开临时的紧急会议 那时候是立法会 是未开罗的暑假之后 是有一个紧急的立法会 都不是在立法会大楼 在哪里开呢 就是在大会堂那里 以前市政局的议事厅里面开的 所以那个就是我的Baptism by fire 这个就是我的洗礼了 进去政府 希望刚才跟大家说了这么久 说了我过去这三十年 的一个人生的经历 给到少少 不要说启发 但是跟大家做到一些分享 给大家有少少的材料去反思 当你自己去做人生一些的抉择 无论是选科 选学校 又或者是决定 直接投入职场 都好 希望是可以给到少少材料 抛砖引玉 和大家做一些交流 谢谢 都说到你在你的人生里面 都试过不同的工作 例如有试过在大学教书 也读过读书的时候 都有读过研究 其实当中也意味着你选择了很多不同的 做了很多不同的决定 我想知道你会不会有一些不同的建议 或者一些面丽 可以让我们这一帮年轻人 可以知道自己将来 应该如何选择一条適合自己的路 我唯一可以给你的忠告就是 我自己觉得 我最遗憾是什么 我告诉你 很多人觉得 哇 这个梁卓偉 他今年都是四十 我今年多少岁 你千万不要看Google 那个是错的 我的出生年齡 出生年齡 出生年齡 是错的 今年快要四十二岁 这个人四十岁就去做 港大医学院院长 他肯定是一帆封信 完全是快人一步你想达到的 但我告诉你 我这一生人最遗憾是什么呢 就是我没有真正的机会 或者是时间 足够的时间 足够的空间 让我真正的跌跌碰碰 让我真正的跌碰碰 那种拼搏的精神 你讲得好听就拼搏 讲得不好听 是指看目标 不在乎过程 标到这样去 每一程 都当是一个短跑 一百米短跑 永远和自己说 去安慰自己 不要紧 我捱了DSE 我要休息一下 到了你进了大学 进医学院之后 我捱了这五六年 我成功了 到了你去医生 做这个 建设医生的时候 我捱了这一年 等有老板看起我 他让我想入的专科 我完成了 当你每一次都这样 和自己说 你会发觉 到了你四十几岁 这个人 你都没有真真正正 是有一个机会 有一个空间 去深呼吸 去享受过程 这个是 我希望你们不要 跟我走这条路 有两个原因 一是很辛苦 是很辛苦 从来是 透不过气来 没有回到气 你要去跑第二程的短跑 但就算你不怕辛苦 你是黑苦的 而香港人是黑苦的 你会是 没有了很多东西 虽然我不是读医科 但其实身边有很多 老师家人都会建议我读医科 而他们建议我选的原因 就是因为出来做医生 可以赚到很多钱 但其实我就在想 其实读医科 他本身就是 就是做医生本身的一个理念 就是想我们去帮更多 更多一些有需要的人 其实就很明显可以看到 就是赚多一些钱 以及帮人 这两个理念 其实是互相背向的 那我就想问一下教授你 你认为大学会不会对于这个情况 会有一些修身上的改变 或者你对于这个现象 会不会有什么担忧呢 自己不是想读医 但是听闻 有很多人说 为什么不读医 要赚钱 如果你是想进来医学院 我希望你没有这个心态 因为如果你真的要赚多些钱 有很多更加容易 没有那么辛苦的方法 第一 第二 是不会跟你自己口口声声说 你先放病人 是病由亲 背道而辞 因为你会很痛苦 第三 我从来 我做了十五年 在这间医学院里面 每一年我都会去见一些新的医学生 没有一个是告诉我 我想做医生 因为我要赚钱 个个人进来告诉我 我很希望帮到人 滞世为怀之类之类 每一年的毕业生 我都会跟他说 我希望你记住 你在interview的时候 说过什么说话 我不奢求 不奢望 你做世界顶尖的什么什么专家 我只是希望每一个毕业生 当你人生最诱惑最多的时候 最需要钱的时候 最有物质上的追求的时候 最渴望为自己谋打算的时候 你永远记住 你进来医学院 你那笔口是说什么 假如你可以把持得到这个原则 你就已经成功了 喜观捐赠 在一些中国内地 一些比较平均的国家 人情未比较浓 可能很多人都会愿意去捐赠喜观 但是相反 香港这个国际大都会 我听过一个讲座 就是说 一些人在统计里面 一百个人 只有三个人 愿意接受喜观 愿意捐赠喜观 但是西班牙一百个人里面 有三十五点四个人 都是愿意的 我想说 香港人的思想 比较前卫 但为什么接受的人 可能只有三百分比呢 其实是因为 他们未够接纳 这个捐赠喜观 这个计划 还是他们的思想 未够太开放呢 梁教授 你有什么建议 可以令到些人 比较愿意接受 这个喜观捐赠的呢 捐赠喜观 当然重要 但是 这个是 中间是夹杂很多 文化 成全 丰俗 习惯 宗教的理由 到今天 都有某些宗教 是一定说要 全师 乐壮 某些宗教 就说麻烦你 一定要第一时间 火葬 有很多是中间 那这个 我们怎样去看呢 不是三言两语 可以在这里 解答得到 但是 我想在你这个 阶段 最紧要是 明白 里面有很多 不同的原因 怎样去解救 怎样是 你自己的崗位 去说服 你周边的人 个个都带着 把器官捐赠卡 你们有没有 个个记住要带着 这里里面 要问你 什么名字 什么身份证号码 和愿意捐赠的器官 里面有 心肝脾肺肾 和眼角膜 也有一项 就是说所有 適用的器官 就是对的你拿去洗 那我呢 就是 做了两件事 第一就是说 永远待着这张 就是对的你拿去洗 接着我也同时 是签了给我们的解剖部门 就有一封信 就是说 对的拿去洗 只剩下那条尸 就不要浪费 就拿去给医学院的学生做解剖科 然后 接着呢 连这个山地都省了 因为呢 做一个大体老师 我们叫做 那到学期尾呢 就应该是全部 全身都解剖了 那所以呢 就会是去火化 跟着呢 就会有一个很 尊重的仪式 就是去杀灰 跟着在一个 在现在 将军澳 墳墙那树呢 是有一个的 碑石 就会刻回你的名字 那所以这个呢 就是 我自己 身体力行 我觉得 说多少都没用了 不如新教好过了 那这个希望你们都去 推介一下 和你们的家人 希望今天 和你们的分享 你们觉得有少少用 也都多谢你们今天来 我就很开心可以参加 青年领袖教室啦 那在这个教室里面呢 我都是第一次可以接触 那么近距离 接触到那么多 知名的嘉宾的 那不但只可以 学到不同的知识 那也都可以 去亲身地 听到他们 不同的人生观 那例如今堂 就是 听了香港大学 医学学院的教授 那在他身上呢 那我都可以学到 香港对于 医疗发展的 面对的困难 和我们应该如何面对 我认为在这个计划里面 我可以听到 不同的嘉宾 分享他们的经验 那无论是成功 还是失败 我都可以学到很多东西